他们的心灵也蒙上了冰霜 他们生缓重病却拒绝踏进医院 他们走过艰难却变得猜测多疑 他们都经历过怎样的坎坷心路 谁会来拯救他们的心灵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之路节目 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了几位大姐 其实她跟我们周围的那些阿姨或者我们的邻居一样 看起来非常的普通 但其实在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密 我们会有一个短片 首先来通过这个短片认识他们几位 每个星期的一三五 在天坛附近的公园里 总会出现一支小小的合唱团 这支合唱团是由平均年龄 在四十岁左右的几个女性组成的 他们的歌声轻快 充满生命力 不时还会随着音乐摆动身子 他们说合唱团就是彼此联系感情的纽带 除了合唱 他们偶尔还会举行小型的模特表演 合着音乐 一举手 一头足 还挺像模样的 看见他们 让人感觉到的就是积极和快乐 然而很难想象的是 在快乐的背后 他们中每个人都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 那就是乳腺癌患者 刚才那个短片里边我看到几位都特别的阳光 特别的开心唱歌跳舞的 其实我知道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并没有这么好的心态 我听说了发生了这个病以后 我大哭了一场 在家还是找了没人的 找没人的地儿 我呢 胆比较小 无意当中发现了自己的这个 得的这病 就是很害怕 就不敢上医院去 就是因为就恐怕说是恶性的 明明知道就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自己就徘徊了好长时间 你会有一种感觉 其实去那是听宣判去 会有那种感觉 也有一点 很多癌症的患者 就是我们在做交流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会说 因为一开始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病跟我自己有关系 所以他们就天然的会把所谓癌症和死亡 画一个等号 所以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就觉得完了 当时在那个大厅里边就感觉到 哎呀 这个人要是死了应该更舒服 当时就已经想到这儿了 我不知道刘大姐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是 觉得不公平 那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慢慢的去接受这个事实呢 这得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得跟自个抗争 一开始对这个病那么恐惧 然后今天能够有这样的勇气 然后刚才那个短片里边也看到 他们都是非常阳光非常快乐的 所有的这些变化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我们今天也把他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几位大姐包括很多的病友都跟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们掌声有请天叹音乐乳酸科的王毕林主任 欢迎王大夫 王毕生的出场和其他嘉宾很不一样 一上来就同每一个病友拥抱 这一特别的举动让主持人也很感动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王医生刚才一上来 然后跟几位大姐这个动作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其实我们之前也知道有很多的医生跟病患之间的 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但是我觉得他们几个人看到你的时候 那个眼神当中透射出来的那种感动 包括你们之间这种亲情 让我觉得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我们就是一家人 就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所有的病友 我们我经常会情不自禁的说 我们家的病友怎么样怎么样 我从来不会说我们那个病人怎么怎么样 都说的非常习惯了 周大姐情况比较特殊 一开始特别害怕 然后到医院 当时那种害怕的心情 不用说也能想象到 后来王主任牢着我的肩膀 王主任一个最大的特点 特别习惯也牢着我们 他这一个动作我就感觉到了 就是自己一家人 真是亲人的感觉 尤其是在那种情况下 如果主任要牢着我们的肩膀 再跟我们边说边笑 就是全都给忘掉 通过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接触 就是我给他力量的这一方是一个积极的 我可以通过我这样的举动 你比如说我跟他拥抱 那么我会把我的热情传递给他 就是我们在一起 你不是孤立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您刚刚讲那个特别重要 就是你要告诉他 我和你是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 我会陪着你 因为我们的病友患病以后 他的心理状态是周围是一片黑暗的 我就像在一个弯洋大海里面 然后四周可能都是萌萌的 然后我在飘啊飘啊 然后很孤独 就我一个人在增扎 他的心理其实真实的写意 是这么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的话 需要有人拽 需要有人拉 就是说如果是说 你把你 特别是你很灿烂 你很有力量 然后你把这种信心传递给他了 那么他顿时就觉得 哎呀我被捞上岸了 就是有这么一个 就是有这么一个原理在里面 所以乳间病患者的这个家属 最好就是能每天拥抱他们 对于所有这些病友的心理上面的这种治疗 而这个治疗是从他们跟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一般一开始的时候 我肯定不说你就是 他们都会问我 这其实是他们特别想知道 我会他们几位来的第一句话 肯定都是 哎呀我是不是那个病啊 我通常就笑着告诉他们 那你自己认为是什么呢 你希望是什么呢 然后他们自己也乐了 这样缓解了他的一个压力 然后紧接着我就会介绍 说即便咱们是最坏的情况 最坏呢 可能就是说 咱们可能是个恶性流子呀 会有一些恶性的可能 这样呢进一步给他们一些压力 有些家属说 别对他们说 哎呀受不了 老有家属给我邀请 有外属也会这样 您觉得这样做好吗 呃不好 我一般通常的告诉的是 您放心 我们很专业的 这个压力它是必须的 嗯 等到你是 它是逐步逐步的来的 你到我突然告诉他 你都没事 你良性的 之后插 恶性 我们受不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已经知道 知道了他的 呃这个诊断的一个 逐渐逐渐加压的一个过程 有一个大姐在整个这个 呃包括诊断治疗过程当中 其实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呃就是 就是有一个病友 呃就是王医生对他的治疗上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我这个病友嘛 去年时候呢 他检查完以后吧 呃就是还是乳腺增生 但是他呢有变化了 稍大一点了 但是呢 他不疼不痒 而且呢 嗯 那乳头还还出水了 嗯 他就觉得不疼不痒不算什么 还跟人家吹牛 说他青春期又来了 没当回事 他的同事就说你别玩笑了 你应该好好治 就去了 第二天查完房以后吧 呃完了那个 王主任就跟我说 福大姐 你跟他好好聊聊 哦 说说的 往这方面好好聊聊 哦 说他那不太好 这是榜样的力量 我们我们福大姐呢 心理状态很好 所以呢 我经常派他去执行一些任务 去帮助其他紧张的病友 但打入敌后 对 在王医生说之前 您就把该说的差不多都说完了 反正我就往这方面引导他吧 他呢 没他家里头没有癌症病人 他没接触过 嗯 他就一听说癌症就像蜻蜓雳雳似的 他特害怕 嗯 他一开始住院的时候他就害怕 他因为看见我们已经是在那儿化疗过好几次的了 把头发都没了 嗯 他就说我一瞅着您就慎得我 嗯 我说的 啊都这样 那我说第一次我也这样 嗯 看惯就好了 王主任跟我说完以后我就找他聊天 他就觉得这个病他不可能得 对 就完全接受不了 后来有一次查诗完 王主任就跟他说要做穿刺检查 后来呢 他就走了以后就跟我说 说大姐疼不疼啊 我说他疼打麻药就不疼了 嗯 他立刻他就多了多梭子给家人打电话 后来他他爱人接着电话以后坚决要求不能穿刺 嗯 就说这穿刺啊 不穿还好点 一穿破了 更恶心的杠 后来他就和他们家人去找王主任去了 待了一会儿呢就回来了 嗯 后来我说你跟王主任说了 他说王主任说啊 明天他带学生要讲这个课题 嗯 说的呢 嗯 让我们听听再说 哈哈哈哈 您这是一招吧 嗯 是是这样的啊 因为直接跟他谈的时候 他本身带有一个很大的抵触情绪 对 那这样的话接收的效果 他可能就听对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就是对一个事情 选择性的 选择性的听 他不是一个作为一个第三人 那么我去听就我没跟你说 就是你是在对我说的 我就在分析有选择的 嗯 而当我就是不是跟他谈 而我们是做一种学术探讨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在查房的时候 特别是教学查房的时候 我们谈的就是很多大夫在发言 并且呢 那就是要总结 要举出很多的一些数据来 让他们感觉 非常细的一个东西 他们感觉他们在偷听 对他们在偷听 你们真的是一群很好的演员 哈哈哈哈 当时王主任讲课说 我也在查 因为第二天查查 这还有潜伏的 对 那还有配合的 我也很缺少这方面知识 我也想听听 嗯 王主任所采用的方法 一直是特别特别的关注 这个病人的心理 嗯 从一开始接触他们 通过很多的方法 比如我刚才总结 就是像这种 派这个 派自己人先打入的 以普大姐为例 我觉得其实所有这些方法 它起到一个特别好的 特别重要的效果 是在于能够让 通过您的专业的知识 然后呢 通过一些有效的方法 让这些病友能够 呃 在充分的了解 这个病的同时 慢慢的接受 自己的身体的 一个状况和变化 对 周大姐刚才也讲到 自己从一开始 知道这个病的时候 就特别害怕 那其实真正做完了 那些检查 然后一定有那一天 医生们回来告诉你 最后的结果 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我估计那一天 你可能真的 怕得要死吧 是的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那肯定是 真是无法表达的心情 嗯 但是呢 我们当时知道以后 王主任呢 他的方法特别好 嗯 当时我记得 就是我跟我爱人 在他办公室里面 就跟我讲 啊 这个病呢 就跟我分析 现在呢 就是并不可怕 啊 也没有说有多么严重 说的那么可怕 所以他把问题呢 嗯 给说的特别的淡化了 呃 这样下来呢 我听到以后 当时心呢 平静了一半了 嗯 完了他又举了好多例子 我们有多少多少人 都出院了 都康复了 都很好 现在都有 都生活得非常好 所以我听到这些个实力以后呢 就更加增加我的信心了 我们是有一套的那个 就是心理通明的办法 嗯 首先呢 就是说我们的病友 他为什么会紧张 他紧张是基于 呃 对这个疾病的不认识 或者说是呃 认识的不全面 一听到癌症 就说哎呀 我完了 我就如何如何了 实际上乳腺癌呢 是一个呃 效果至于说 他的疗效非常好的一个疾病 嗯 我一直在告诉我们的病友一句话 咱们呃 即便是恶性的 那他也是个好癌 在天坛医院乳腺科 有一面特殊的墙 病友们管它叫做希望 因为在墙上展示了很多康复病友的照片 在照片中 有的病友在参加文娱活动 有的病友在练习瑜伽 在他们的身上 一点也看不到生病的影子 王医生总是用墙上的例子劝导病人 告诉他们 只要积极治疗 病痛都会过去 生活会和从前一样 病人们在听过王医生的话 和看到这些身边真实的例子后 面对乳癌时 他们也都多了一份积极的心态 有很多人恐怕都会遇到一个手术 而这个手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讲 是一个非常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就是乳房的切除手术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预防针 到在病房里面的时候 比如说明天婆大姐要做手术了 其实还不是明天的事情 我们提前其实也在灌输着了 我们的病友让她的注意力 她要快速 她不要老成立在我是什么病 而是快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在很轻松的时候 就一起就笑谈如癌了 幼儿大姐是接受过两次手术 对 我是08年做的是右边的 我是在09年第二次复查的时候 等于这边的侧 又发现长了一个 是在招臂超的时候 臂超使得大夫说不太好 给我吓得够呛 您曾经讲过说 进手术室的时候特别害怕 结果一进去就听见王医生在唱歌 我们主任平时在品房也老唱 你这手术室那天他唱的什么歌 当时唱的是什么我好像是记不起来了 说是不紧张也是紧张 我们就是做这种小手术 就是说是他等于是局部麻醉 把脸什么也都给蒙上 主任当时还带着两个实习生 在给我做的同时 他是也唱的 完了还得跟实习生讲的 当时因为我特别紧张 还没碰着我 我就说疼 主任就跟我说 还没碰着你 我能理解 我去拔牙 给我打的麻药是正常人的四倍的量 然后我还疼 当时主任跟我做手术 主任脚 你就听着跟脚步的似的 就那种声音 在一脚的同时 你就觉得更疼了 实际是不疼 后来就在主任的歌声中 我这手术就说已经做完了 我先声明一点 我们在做手术前 是会有一个让病有放松的一个过程 那么会有很多的一些方法 像他平时就比较快乐的 他比较喜欢唱歌的 我们可能会唱几句 然后大家一起放松一下 因为看到那么肾的话 到处都是白的 灯光一打 特紧张 他唱的最好听的歌是什么歌 一条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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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我们唱两句 一条大河 一条大河 破浪滑 风吹大花 香凉啊 我家就在 我家就在 岸山 住 听管了 烧工的 耗子 抗管了 窗 上的 白 大河 二零零六年 王毕丽医生创办了乳康沙龙 这是国内较早的乳腺癌患者康复中心 目前有成员八百多人 每隔一段时间 沙龙都会定期举行活动 包括知识讲座 文艺表演 尤其是王主任自编自导的心理话剧 因为题材总是取自病友的真实故事 所以 每回都会受到病友们的热烈欢迎 二零零九年 心理剧 莉莉的一天 让很多年轻病友很受处罚 这出话剧 表现的是一位乳癌患者 在康复之后 开始怀疑丈夫 导致夫妻不和的故事 我是莉莉 乳癌出后已经五年了 自从我生病以后 我就一直待在家里 经常觉得心里挺闷的 有的时候他想找我丈夫聊聊天 可是他呢 总说 我忙 我忙 我给你挣钱去了 你就在家好好养着吧 他哪理解我的心情啊 其中 莉莉的扮演者 也是一名乳腺癌患者 他的名字叫 颜小川 颜大姐扮演的这个莉莉 其实那个戏里的人物的很多的经历和遭遇 和你自己生活当中的经历 有很相似的地方 乳腺癌呢 随着这个治疗的结束 还有 调养 然后锻炼以后呢 慢慢的对你身体的影响呢 会逐渐的削弱 削弱 但是 对于心理的这个影响 有可能伴随你很长的时间 也可能是终生都会伴随着你 这种心理的影响呢 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 得这个病的这个年龄 大部分都在四五十岁 这个时候呢 就是身体本身就开始走下坡路 这个时候呢 又再加上这个病 然后呢 就 这人变得非常的敏感 另外还有一方面呢 我觉得 可能影响更大一些 就是这个 乳房的缺失 造成的这种不完 不完整的感觉 对于这个女性 影响 心理的阴影 是特别的强 在家里头 跟配偶 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如果 比如说她累了 或者心情不好了 可能对你的态度 有点生硬 心里会觉得 哟 她是不是嫌弃我呀 会不会 就是敏感 乳房呢 确实是我们女同志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新增器官 并且这个器官的话呢 跟家里人 特别配偶的关系 也是很大的 其实我告诉你呀 你们家那个跟我说了 只要你活着就好 她根本不在意 你怎么样 有时候还告诉她点肉麻 说你知道吗 她说了 我只要我老婆活着 我很爱她 然后呢 无所谓 她成什么都无所谓 听得特感动 我们就 都爱 我们 红霞 她就有个非常好的家庭 他的那个爱人 在我们活动的时候 再有一次 我们做了一次活动 然后让互相 让我们病友 和咱们家里的人 就是配偶 各自写一句 你要给对方说的一句话 真情告白 但是这个真情告白 因为我们都 特别内秀吧 都中年人了 直接告白不是太好 我们是写了一个纸条 由我来念 但我念到的时候 我的很感动 我们其他的病友家属 也都觉得是要以 要以红霞爱人作为榜样 好 来来 我们听一听怎么写 他写了一句 像我们上小学时候 传纸条 您自己来说 写了一句话 就是我不想让他造 太有分量了 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这是您先生写的 对 要为这位家属鼓掌 我们为什么效果能那么好 就是因为我有这么很好的家庭的这么一个支持 就是家庭的社会支持系统 它在心理学上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我们的心理康复的这一环 就是家庭社会的这个支持系统 所以我们这些家属 立了很大的功劳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这些家属 我们有过一个研究 大概是到了手术后 两年 还有60%的病友有焦虑 然后45%的病友还有抑郁的情况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是康复了 而我们的心理没有康复 王医生有什么想跟病友讲的 一个是第一句话是乳腺癌真的不可怕 第二句话是你们不是孤独的 有你的身后有家人 有朋友 还有我们医生护士 大家都在关注着你 都在支持着你 第三句话就是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要有希望 有希望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的 腰酸背痛 颈尖困伐 健康危机不时的逼近 都说工作繁忙 让身体亮起红灯 您可知道 家居生活也有几处微柔的陷阱 健康之路 各邀几住专家 为您的家居排除雷区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